香港特区政府上个星期宣布 逃犯条例修订寿终正寝之后 香港的抗争运动并没有因此停止 13号有香港人在北区上水发起游行 主题是反水祸客 不过校游行结束时 警民再度爆发冲突 传出了警察动用警棍和胡椒喷户攻击民众 现场十分混乱 香港反修例运动并没有随着政府宣布 相关修订寿终正寝而结束 即炮打友商风化的大妈表演之 光复屯门游行之后 13号再有上万人参加光复上水游行 要求解决区内水祸客 也就是所谓的抢购香港物资的 中国前客问题 同时表达反修例等五大诉求 示威人士手持写上 严正执法杜绝水祸客等等标语 抗议水祸客多年来 扰乱区内的瓶颈 而原本还算和平的 反水祸客游行结束之后 上水广场网榜铁站的行人天桥 有市民和警方发生推撞 警方一度释放胡椒喷雾 示威者打开雨伞阻挡 混乱期间有人跌倒 警方逐起防线和示威者对峙 到了晚上还有大批示威者在上水的不同街道聚集示威 警方晚间八点开始清场行动 过程没有受到阻拦 警方过后逮捕了数名示威者 过程中有多名记者受伤 清场活动在晚间十点左右结束 NDP7中口报道 有衣服的 接下来 有衣服的